70多岁的曾树香 尽管已经很久没拿起刨通草的刀子 但是刨通草的手一样俐落 圆滚滚的通草 一一被刨成长条状的纸张一样 我们中碰碰要凹凹凹凹就对了 假使拇指太重力 它就会歪 歪向拇指这边 尾指太重 它就会弯出去 就是要平均力量要平均才可以 才会做得平平的这样 我是15岁就开始学做通草 民国70几年就 这个通草就没落了就没有做 已经有差不多30年没有碰过 新竹市曾经发展通草产业 一度相当兴盛 通草除了可以用来当作纸张以外 也可以用来制作成艺术品 但随着时代进步 通草几乎已经消失在新竹市 只剩下个人工作室 还维持着造奇的记忆 通草在新竹已经是很久 已经大概有300年的历史了 它跟我们开采逐渐成的时间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祖先把这个记忆 从大陆传过来 然后我们一直延续到现在 很多东西都是因为你需要 所以你才会去制作 那以前通草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把通草籽拿来做花 然后把通草的心拿来做中药 然后剩下的其他的二极品下脚料 我们就是因为它的吸水的特性很强 新竹市劳工处举办老技艺新玩艺记者会 邀请通草师傅 工笔画师傅与表框师傅 也邀请新竹市副市长沈慧宏 大家一同合力协作 完成一幅号称故宫级的收藏品 希望唤起民众成风已久的回忆 让新竹市在地的传统工艺 能再次的受到民众的关注 凯会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都来这里